很多花友问为什么我的粗姜草花量这么大 其实很简单 它是球根类植物 球根植物基本上都是非常喜阳的 所以我们尽可能给它多晒太阳 很多花友都是室内环境 所以它长得会不太好 基本上都是土长稀稀拉拉 这很正常的 尽可能就是给它室外阳光多晒 粗姜草平时我都是放在室外的 如果是零下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收进去 粗姜草因为不是很耐寒 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中了多少球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就是随便抓了一把 不均匀一点就可以了 最后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草花 这个是分林草 是这种双色渐变 旁边是一颗龙面 最近龙面一直没开 可能时间还没到 这些绞紧的话 最近都陆陆续续有花苞了 然后这一棵是喜林草 颜色很特别吧 这个颜色就是白色 加五个点点 也比较可爱 旁边也是一颗龙面 这个是一颗红白龙面 对 然后这个是蝴蝶花红色的 最近花苞开始起来了 花量明显比以前多了 然后这个是番茄炒蛋 一个嚼紧 叫做彩虹浪潮 颜色有点像番茄炒蛋 花量也是挺多的 就是它这个品种比较高一点 然后这个是阴草 对 这个叫彩云暴春 其实也是阴草 颜色是紫色的 一个紫星 外面是白色 花量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是一个礼服 应该是 你缺水了 已经倒服了 待会给它浇点水 这个是小厨局 这个我觉得很特别 比较很清新 可爱的感觉 后面爆花了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些OB的话 陆陆续续出花包了 当时掐了一点 但是看上去 就是一直出花包 我也不管它了 它想开就开吧 因为过多时间降温了 它开了也 其实也没啥用 然后这个是柳川鱼 三个颜色 这个是白色的 花量后面会非常的大 开的也比较久 个人比较推荐 大家种这个 这个是黄色的 这个是美红色 好 喜欢的可以关注 谢谢观看